刑務真是很明顯 沒有白色黑色的就沒有責任 這是一個就是說我們要期待要求法官 但是還不要求到說連不成文的東西他都必須要遵守 不遵守就怎麼樣 這是這個要求的程度問題 更何況大多數的人不見得有不成文憲法的概念 所以要透過司法就是大法公約 透過立法 立法院在憲法跟法徒法拿來明確化 以後就會有了 就你這一部分 那至於嗆法官當然可以 我也會嗆 關鍵在說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 這是關鍵 我在想要到他家的門口去 不要 我們也可以舉辦巨大的遺物刑去抗議是否 當然可以 也是可以 可是可以這樣做 透過申請的話 至少在限定制度內 透過申請甚至後面更壯大 那至於時間的話 拜託各位不要在判決之前就去嗆他 剛剛有講過 我們需要法官獨立的話 包括他內心的獨立 如果他審判過程中 或者檢察官偵查中 你去嗆他 透過媒體或也好 透過什麼情況 反而是有獨立的影響 一方面 就是說剛剛講說 他的內心就可能比較不容易維持獨立性 另一方面就是剛才台南一般作用 對不對 就時間的問題 像蔡侯遜法官今天我會站出來 是因為什麼 他已經把判決書寫出來了 那寫出來當然有 就可以站出來 我想這個不是不可以講 絕對可以嗆 是時間更低一點 謝謝 好 大家謝謝主持人 就是針對各位所提出來的問題 答案很多 我也感受很深 第一個問題要回應的就是 大設跟特設相關的問題 大設也好 特設也好 根據我們的社民法規定 要判決確定之後 才有辦法來大設特設 那如果說 這個案子在判決當中 在審理當中 就要談這個問題 我並不認為 他是絕對有必要的 而且 關於 特別會 關於 國務計畫會 有一個 很嚴重的 歷史公約的問題 也就是說 當時 台灣的 行政首長 大黨包括 總統 他們的 薪資的問題 到底 特別會 或者是國務計畫會 到底算不算是一個 實質的 補貼 或者是說 他們可以 應用的程度 在過去 台灣幾十年來 的變化 也相當的大 那陳如 剛剛主持人 或者是 兩位大律師 有提到 就是 這個 國務計畫會 他的 應做 的過程 當然也有人 有提到 質疑就是說 國務計畫會 在 審計部 審理的過程 都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在 總統卸任之後 突然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 台灣的 政治環境 使然 為什麼會針對 特別會 會針對 國務計畫會 主要的癥結在 蘭蒂的對抗 在蘭蒂的對抗 蘭蒂的對抗 底下 把 原先歸屬於 行政的領域 原先歸屬於 行政特權的領域 一個一個 都要拿出來 檢視 根據我們的 罪行法定原則 罪行法定主義 習慣法 不能夠 拿來當作 判決的意記 相對的 習慣法 相對的 到底可不可以拿來當作 抗辯的 體產 當然理論上有肯定收跟否定收 對抗辯的 謀士 把他加以尊重 這個是行政的特權 行政的慣例 對抗辯的 我們 行政的施法 完全不介入 我們應該要展現的是 施法自我克制的原則 施法千千萬萬 不能夠 預約了 政治的範圍 政治的領域 我想 時間的因素 我就 只有針對這個課題 來講一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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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財教授 接下來 鄭文財教授 接著我們先 政府總統的意思 時間關係 我 可能有一些省略 要不要上訴 我想是 我建立 陳建中 一定要上訴 要不會對 雨伏 還要在後面 再確認 再跟陳建中 討論 剛剛提到說 罰金是不是測試 我看也是這個意思 那關於說這個司法是要監督 我舉幾個例子 司法當然是全民要監諸 司法你不監督 他不會好的 我在民國82年去開庭的 第一天當律師去法庭的心態 那時候82年進去法庭 第一次就看那個法官會不會收錢 那種心態 當律師進法庭是會恐懼的 在民國82年 後來是因為民間的力量 去監督法官 去法庭觀察之後 然後做了評鑑報告 法官的貪污限量才減少 所以剛剛說法官能不能嗆 那看這個法官值不值得尊敬 值得尊敬當然要尊敬他 不值得尊敬 你當然可以嗆他 貪污的法官你難道不能嗆他 到現在還是有 不是說透過這個 只是以前很普遍性的貪污限量 像現在透過民間的監督 現在變得比較少 但是不能說沒有 現在只是說裁判品質出了問題 像全民要監督司法 持續的監督 現在是更需要監督 那我從這個案子我看到 整個台灣法官的制度 是要全部的改革 這個法官的系統我看出 也是出了大物理 我舉一個例子 蔡守勳真的這麼清廉嗎 法界普遍的現象在民國92年之前 都在偽造文書啊 那我再建議說大家去告發嘛 如果這種特別會的案子 國際阿會要告發 法官偽造文書的現象全部去告發 什麼現象 以前檢察官都不立庭啊 只有在92年93年之後 檢察官一審才開始立庭 但是以前我們看到法院的筆錄 都寫檢察官立庭嘛 每一個法院都在偽造文書啊 要辦大家要來辦嘛 大家要來告發啊 蔡守勳在92年之前也當過法官啊 他一定會偽造文書嘛 我認為說這一部分 大家可以來檢視 然後偽造文書就告發啊 包括檢察官沒來的 包括當庭的書記官 包括當庭簽名的法官 哪一個不是偽造文書 請記者去問 90年之前哪一個滑官 DM滑官哪一個沒有偽造文書的 全部都辦啊 敢不敢 同意標準 全部都辦啊 再來我想我再提一點 就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大家都 都談得很抽象 多少人真的去看判警書 多少人真的去看他的證據 我提一個例子 台北DM9月11號提供的判決的說明 從龍潭案第四大點 龍潭案的第十二點 你看他這個判決多離譜 我為什麼說他沒有證據 他說李建木跟這個蔡明哲 他認為說李建木獲知臨信一反對 然後就跟蔡明哲講 然後蔡明哲呢 蔡明哲呢 蔡明哲推動了 在92年8月到10月 92年8月到10月 跟李建木說 這個案子人家有需要給錢 然後 這個時候李建木獲悉之後 就跟蔡明哲 吳淑貞跟陳水扁有換例聯絡 他說92年8月到10月 就跟陳水扁有換例聯絡 但是李建木什麼時候見到陳水扁 他在第15點交代 李建木在92年12月30號到31號 到玉山官邸 時間在後面 他還沒有見到陳水扁 就說他已經跟陳水扁有換例聯絡 你證據在哪裡 你時間持續也不對啊 這個判決是亂判的 時間持續也不對 到座